我家今天杀猪了 来看看我们东北的沙土菜 亲朋好友全都来了 老热闹了 跟着我视频进啊 猪太大了 人手啊 真整不动啊 排肉咯 这有什么呢就是 小小点长了 这些肉你香着哪块 你就打哪块 那就一会咱就拎走 这时候你不拎 你啥手拎呢 不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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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不拎 我告诉你明天就没有了 不用客气 打走就完事了 赶紧放起来 我跟一手 你这肉 吃好 这闻到香味的一闻 这汤沙来一口 沙子菜要是没有血肠 就吃了它的灵魂了 就在这里咕的就行了 一会儿就熟了 你不拎吗 我不拎 以后我打包 哈哈哈哈 还是好香啊 味道 这肉是最好的球 酱皮 切了吃 太好吃 对 不行了我也要吃了 哎呀 好香 行是不是啊 多吃点啊 哎呀 哈哈哈 这个人就打我了 行 不够得打包 是不是啊 好嘞 我和你走时就留下了 哈哈哈哈 太多了 我跟你说 为了这个肉 养动潮时间肯定行 我都捡呢 是的 你这下手也太狠 你太食嘞了 炸娘的 炸娘的 拿个卤 走吧 廉吃带拿 吃的 吃的高满好评 就拿了这些肉 感谢啊 杀的杀猪 你这 提前二爷 你告诉我 感谢哥俩 来 光临谈摄 哈哈哈哈 对了 啊 你不一定有我带那种 我明天上你家去吃 我吃回来 哈哈 所以 一点毛没有 杀猪菜吃的是真香啊 而且越会越好吃 明天吃 比今天吃还要香 我家今天杀这个猪呢 大概是400多斤 不到500斤 亲朋好友都来了 但是还有好多好多的好朋友都没来啊 包括就像我乐哥 我嫂子他们可能都有事都没来 我欢哥来了 高明我小熟呢 给我哥家干活呢 也没来了啊 那就等着下次再吃了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有喜欢我们东北农村的生活 给小雪点点关注 来年有机会大家提前来 来上小雪家提前吃杀猪菜 记得点赞关注